大陆今年的十一国庆上面呢 女兵的英姿焕发 意外的吸引了很多女大学生 打算加入花木兰的行列 此外呢 大陆官方还端出了 包含有补偿学费啊 贷偿国家就学贷款 子玲玲总总的牛肉 让征兵报名的地方呢 是人山人海 优雅的跳着芭蕾舞 在众人面前一点也不却场 可别以为 她在参加什么选秀比赛 这一切是为了这个 没错 在十一庆典上 看着女兵方队 亮丽抖擞的通过阅兵台前 让大陆许多在电视机前的 女大学生看的是精神激昂 爱国心全被激起来了 像我们看了很多届 那个国庆大典 然后在上面看到女兵 在后面走斗志昂扬 然后就觉得当时 一种崇敬之心 油然而生 然后所以就是 当时就是有一种 想要当兵的愿望 今年大陆真兵 女兵报名踊跃 还有家长带的小孩 透早来排队领报名表 除了女兵方队功不可没 其实背后更大的诱因 是今年大陆官方推出 许多真兵优惠方案 当兵期间 要是表现优异 退伍后可以直接 获选为基层干部 公职考试 优先录取 考研究所加分 甚至拿到二等功 还可以免试升学 最好的是政府补偿学费 或贷偿就学贷款 同龄的很多人 现在都忙着找工作 然后但是就是碰壁的特别多 他现在就是找工作的话 仅仅是学历和个人技能 就根本就是 没有办法找到一份 就是非常就是让自己满意的工作 就是正好政府 对这次就征召的女兵呢 就是两年之后 就是退伍之后呢 也有就是相当可人的这个政策 就是颁发 然后也比较吸引人吧 为了顺利录舞 女大声使出浑身解数 有的人穿起迷彩装 希望博个好印象 今年兵是人人抢当 除了体格好 还要多才多艺 才能挤进这窄门 学习武明山总共报道